严重的话,恐惠财产善尽,身败名裂 就是命理注定会遇到的灾难 也是这一辈子要面对的功课 大家好,我是转角预见您的高玉玲老师 前桃园市长,也是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2017年的案子,今年2024年再被挖出来重启调查 经历多次交保,法官和检察官持续对抗中 这次老师并不是要预言郑文燦会不会被起诉 而是想要来聊这一位政坛当红的炸子鸡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瞩目的官司劫难 老师研判,郑文燦的命盘很可能有内涵无鬼 用神的心象 这无鬼的心象会因运势强望而无法起作用 反之运势低迷就糟糕了 无鬼简单说就是命中带有犯小人的概念 轻则事情推动不顺 严重的话恐会财产善尽,身败名裂 或是命盘中可能有犯到官杀 从郑文燦身处险境来判断,极有可能犯到四五十种官杀礼 其中的截杀关或金锁关 截杀关就是要提防钱财损失 金锁关轻则亦有慢性病重的话容易有刑客的伤害或名义受损 好,你的命盘里如果有遇到官杀或是有负能量的新星 就是命理注定会遇到的灾难 也是这一辈子要面对的功课 尤其十二岁以前如有犯盗而为抑制化解 影响恐将会是一辈子 不过没有关系 以上这一些都是有解决方案的 如果你担心你家小孩或家人甚至你自己会犯到官杀 或是命盘里会有带到不好的新星 可以来找高玉玲老师 老师可以帮你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给你 感谢大家